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今天台股盘中差5点上到14000点之上 这一波走势非常强劲 这个多头的浪持续的是在往这个岸上扑来 这个大浪席卷 已经到了这个万事俱备了 这14000点看起来应该是可以过了 因为只有差5点嘛 收盘也只有差了11点 收在13,989点上涨了103点 就刚刚好差不多10点11点的一个差距了 那不过就是说到了14000点 那听众朋友到底有没有赚钱 有没有赚钱 这个万事跟有没有赚钱恐怕是两回事 如果没买对股票的话 不见得能赚到钱 有时候我们一不一句这个股市老化 赚到了指数赔了价差 所以今天还是盘面上有些股票是下跌的 不过强势族群非常的鲜明 最近就是外资跟投信法人所操持的一些标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节目要跟各位讲法人的筹码动向 最终法人的动态 主要原因是大家知道 这些法人他们都能洞悉景气 跟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毕竟他们有很大的研究资源 他们也不会随便乱买股票 钱就是一块钱是一块钱 所以我们观察他们追踪的个股 买入的个股 往往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跟整个盘面的族群 热门的方向 以及未来的产业的动态是有关系的 那讲到产业动态 今天台经院也发布了10月景气的灯号 这制造业的部分是连续三个月维持黄蓝灯 这个黄蓝灯 讲实在没有说非常好了 但是毕竟是一个稳定的状况 那台经院是说全世界的需求 虽然逐步回温 但是入场的集单有消退 这个集单 当然是因为大陆某些厂商受到美国的制裁 所以说这些订单要转来台湾 但是现在看起来 似乎川普快下台了 拜登快上台了 这个集单已经开始 不再大量的流往台湾了 就有一些可能美中关系的转机出现 再加上10月份工作天数 比去年同期减少 所以说制造业的景气灯号是11.03分 是较9月减少0.85分 这个减少的情况还蛮明显 那这个是在整个景气的部分 不过今天景气好的产业个股 还是很明显的往上涨 今天大盘涨了0.75%的幅度 这个幅度虽然不是很多 那涨点是103点 但是某些股票涨的是非常的多 比如说昨天 群创友达亮灯涨停 这个盘中都见到涨停 这个面板股真的是非常的强 今天面板股还继续在往上走高 昨天不是跟各位讲吗 投信法人外资法人 买超的前三名都是面板股 就是群创友达彩晶 所以你可以看到法人的买超动态 就是告诉你面板产业它涨价 现在目前缺货 开始变成是炙手可热了 所以说这种三年不开张 开张是三年的双低产业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所以看到今天整个面板族群 这个群创友达 今天还是在法人的敲净之下 今天连妹的大涨超过半根涨停板 昨天都已经快涨停了 今天又涨了半根涨停板 另外美光传出好消息 美光的股价大涨 在最新一个交易日 上修了2021年的第一季财测 所以今天南亚科望虹 华邦店大涨喷出 我们节目一直在跟 每天讲望虹 那如果说您没听我们的节目就算了 你听我们节目 你就知道我每天跟各位讲望虹 那望虹今天已经占上41块 我们开始讲望虹的时候 望虹才30块 就三成的一个空间了 对不对 你说股票能不能赚钱呢 你只要能跟对一个方向 你知道现在目前的整个 NOW的价格在往上涨 那望虹就是最主要 全世界最大的NOW 跟LON的一个供应商 你就知道说 它的股价怎么可能会寂寞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今天美光的消息出来 南亚科望虹 华邦店都喷出大涨 华邦亮灯涨停板 对不对 因为华邦股价相对低 才20块附近 望虹已经供到40块了 所以说整个族群 包括下游的 记忆体的模组 什么创建 实权也都跟得涨 威刚也都跟得涨 所以说这个双低 就今天盘面上最主要上涨主轴 还有今天联发 联发科也重新回月线 占回700 那昨天大跌 你就应该去买联发科 不是吗 联发科昨天跌下去 大家都觉得 怎么联发科连续的几根下挫 其实好股票 他终究要上去 所以你说这个 我觉得就像我们跟卢老师 我们常常在讲 你股票好的 你不要追高 你等他压回的时候 都有机会买了 只不过是你 你在压回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买 还是说你每天眼睛 只盯着那个上涨的股票而已 好 那我们赶快来请教 大华国际证券 大来国际证券投过的 罗民飞行师 卢老师你好 那莫兄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卢老师我的经验是这样 其实我们看大盘 我们看股票 我们不要只看那些上涨的 对 也不要只看自己手上的库存股 你要纵观四方的消息 而且你要看的是全面的大盘 这个各个族群都要去看类股 各方面 不管这个半导体 这个 当然你可能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OK好 那你至少要浏览一下 我个人就是习惯 不是只有看自己手上的库存 今天手上库存涨或跌 你只看那个 你就忽略掉其他族群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 热门一百大成交股 这些股票 到底它现在坐落在什么族群上面 其实这样你才可以抓到一些脉动 然后再观察法人进出 筹码面 其实你如果做功课 股票赚钱不见得是一件难事了 对 我想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 沐浩兄就问各位了 行情来到一万四千点了 到底大家赚到的没有 那赚到的当然恭喜各位 那如果没赚到 你要去思考 为什么会没赚到 行情明明就已经来到一万四千点了 那如果还是没赚到 这中间必然会有一些 可能需要在补墙 或者补足的一个地方 就刚刚沐浩兄也提到 很多头的朋友 你可能只关心你自己手中的一个股票 到底有没有涨 而你忽略到 现在到底盘面热门的一个方向到底在哪里 又或者你只盯着每天在涨的股票 你贸然去做一个追高 我过去跟各位讲过的 每一个阶段 盘面的架构 跟盘面的特色都不尽相同 或许在过去有一段时间 等个所谓的续涨的一个力道 它是比较强的 就是个股的一个股价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或许适合做一个大波段的一个持有 那你能够抱的越久 当然就能够赚的越多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盘面 轮动的非常快速 不仅说盘面的族群之间在轮动 甚至于族群内 它也轮动的非常快速 所以一档强势的股票 顶多涨一天两天 你说像先前 我们帮各位掌握的 这个旺久又旺又久 这个旺久 它也不会就涨四天 四天当然很强了 因为几乎也找不到比它更强的股票 能够连涨四天 可是涨了四天之后 终究它也是要开始轮动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总说分段操作 就非常的一个重要 而且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在整个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你要从盘面 强势的股票不是说不能去追 而是说你要等到它压回 又或者我来等它整理过后 因为强势的股票 它强势的冒出头 是让我们去发现 原来现在市场上所关注的一些题材 又或者一个方向 是在这里 它只有我们一个明灯 只有我们一个方向 那你要去寻找是 那这个族群拉高之后 那同一个族群里面 到底有哪一些是属于低位阶 还没有发动 你应该去买这些股票 就我们说的 你要去寻找有相同题材 可是位阶相对低的一个股票 又或者当这个题材发动之后 那到底接下来 有谁会因为它的一个上涨 然后有直接的一个受益或者受贿 哪些是属于联动的 那你去了解这些所谓的一个卖动之后 了解这样的一个卖动之后 你去做一个操作 选择一个比较低机器的 来做一个低阶的动作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行情 即便它再怎么轮动 即便它再怎么样跳跃 我相信各位必然都会是最大的赢家 对 你说环球金好强 这个昨天涨停满 前天涨停满 今天又大涨 已经供到快七百六百五了 你到底环球金可不可以买 我是觉得真的 如果他真的病了德国四创 那真的他这个市占到30% 他长期的前景是看好 只不过说短线上 你就说已经两根半涨停满了 你再去追他 那基本上这个风险就来了 那你说环球金那么好 中美金那么好 这些细菌员的股票不错 那你相对等他未来压回量缩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去 就是说你就把这些好股 就是说你看到明年景气上升的一些族群 你就把它做一个list 放在你的自选股里面 你就是等 我是觉得现在操作应该是卖红买黑了 你可以把你的手上的这个红的赚钱的稍微调节一下 也不用全部卖光 那你就这个像联发科昨天跌下来 你有点钱就去买一个一张两张联发科 对 其实现在在操作上面确实周期 因为我的旁边轮动都非常快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我们的操作的一个周期 也要适度的去做一个调整 过去或许我们一档股票 可能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可能现在你必须在一个礼拜之内 如果说他的筹码不能够续抢 或者说资金有开始移出的一个状况 你就必须马上去做一个 所谓的分段操作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应对 那在整个操作上面 我们说过 其实他还是有脉络可循 就好比刚刚这个孟宏兄也提到 近期整个矽金元那个股票涨得非常凶 那当然这也是起来有次 除了说合并的题材以外 我们知道说目前金元代工 哇大家都看得这么的好对不对 哇产能又缺又怎么样的 可以等接单都接到哪里去了 所以对于金元的一个需求 细金元的需求 当然也是十分的一个强 但是我们说过 其实随着依照过去的经验 当细金元大涨之后 我们说接下来 其实主被动元件 主动元件跟被动元件 他们都有轮动的一个机会 所以为什么当时国际 在300多块的时候 我们要不厌其反而在节目里面 特别我们来帮一些大资金的 我说你如果资金不为够 大概100万200万以上的 你不晓得该怎么样规划你的资金的 我来帮你规划 你看当时我们是不是就规划你的资金 就集中在国际这样的股票 好那在300多块还没有到400块之前 我们连续的一个买进 后来在400块附近 做最后一次的一个加码 所以他股价现在都来到450几块 你说你连续的一个买进 连续的一个加码 然后资金集中在这样的股票 随着他股价从300多变成400多变成450几块 你说能不能赚到钱 当然可以 那为什么要买国具 就有说过轮动的一个效应 还有怎么样 国具我们说过 明年在整个主被动员 特别是被动员件这个部分 它具备涨价的一个空间 为什么 因为需求大幅的增加 因为我说现在或许大家还停留在 这个被动员件就是手机 手机现在好像也不怎么样 对不对 当然迈入到5G之后 手机的一个需求对5G这个被动员件的一个部分 需求会大幅的跳升以外 不要忽略的 电动车 电动车 对 它也需要 对那还是大市场 因为它整个一台电动车里面 你知道它对于整个被动员件的需求 它可是手机的好几倍 甚至于好几十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真正的爆点是在这个车用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从车用这个部分 也在跟各位做说明 对不对 那现在除了这个被动员件 也我们说过 整个涨价的一个效应 现在是盘面的一个主流了 为什么 因为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疫苗 你看一家接着一家都开发出来了 当然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 但至少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曙光出现了 大家都开始预期 那疫苗出来之后 那是以后 不管是三个月 不管是半年 总之 疫苗出来以后 大家就可以爬爬灶了 至少这个所谓的景气 它应该会有一波明显的一个复苏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相关的原物料 或者一些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被动员件 这些 它都会有强烈的一个需求 所以现在开始在预 在整个预期的 就是这些涨价的一个概念 刚好 这个包含刚刚莫尔松 所提到的 整个面板族群也是 那其实面板 当然跟车用 它也有一定的一个关联性 因为现在 你既然是AI 这个领军 对不对 那车用 一定都是有很多的一个镜头 很多的一个萤幕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对整个面板的需求 这个也是不再 不再话下了 那最重要的 其实近期 我们看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刚刚莫尔松也提到 其实在整个记忆体的需求 也明显的一个提升 因为这个部分 也是在整个涨价概念 轮动里面 我认为是接下来 非常有机会的 刚刚莫尔松所提到的这个望红 是这个no flash 对不对 那以目前来看 明年在no flash 都还有再涨三成的 说价格了 都还有再涨三成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现在不止no flash缺货 现在其实连整个no flash 甚至于一般的一个记忆体 都已经出现了缺货 因为以目前来看 消息面有止光的一个 所谓的出包 对不对 止光的一个财务问题 让那个供给面 出现了一个减少 那除了供给面出现减少以外 我们看到需求 需求 因为在整个记忆体 随着这个苹果正式的 推出的这个i12 进入迈入到5G时代之后 我们说过苹果 它一直有引领 整个所谓的业界的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地位 所以当苹果推出5G手机之后 也正式宣告了 接下来手机 就是以5G市场为主了 4G已经慢慢的 要推到幕后去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知道 一支5G手机 跟一支4G的手机 它对于整个需求 这个记忆体需求 有多大的一个差别吗 我这样说好了 一般如果说 你现在用的是4G的一个手机 我们说过 一般的入门机 我们估计也不讲高阶的 一个机种了 一般的入门机种 都是4G 64G 一般的入门机种是如此 可是你知道 未来一旦跳到5G之后 一般的入门机种 起跳就是8G RAM的部分就是8G 然后在容量的部分 在RAM或者Storage的部分 至少512起跳 那你想 4G变8G 就成长一倍了 那如果说6的4 不管跳到512也好 256也好 其实 256便宜一点了 对256 那6一次跳到256 这样也四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对整个记忆体的 都是以倍数在做一个成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供给又没有明显的 一个增加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供需一旦失衡 我说价格就会涨 那价格一涨 营收会不会上来 当然会上来 而且通常价格一涨 也会带动整个毛利率 往上做一个提升 那既然营收提升 毛利率又跟着上来 那必然怎么样 那必然整个获利也会跟着冲 那如果获利跟着冲 你看整个记忆体的族群 其实如果说你把时间拉长 其实很多的股票 尤其是一些记忆体的一个公司 至少股价都整理了8个月 9个月了 那整理了这么久 筹码沉淀的够干净 一旦现在业绩出现了一个暴冲 所以当然相关的 一些所谓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暴冲力道 就会非常的一个强 所以你看我们昨天 买进了3006的一个经浩格 一买进你看昨天 立马就攻上了掌停板 而今天我们说过 有另外一档股票 就是我们的超级单股的 第二档股票 即首发版之后 第二档股票 也就是3260的微钢 我说过 今天我们一早就要切入 有没有 你看一切入也是最早 我们还说这个切入的时间 会非常的短 我们如果因为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我们大概就一天的布局时间 你看今天早上 如果说你没有在第一时间 去布局的话 今天差一档掌停板 开盘几乎就是最低了 你如果开盘不去买 你今天又要去错过它了 那为什么马威刚 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 整个这个记忆体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产业 概况以外 最重要的 我们知道说 它有大量的一个库存 因为它是最大的一个模组厂 所以它有大量的库存 那随着整个现货架 现在因为现在现货架 已经冲上来了 那甚至于 刚刚孟范兄也提到 它已经这个美光 已经开始调 这个调高它 这个未来一季 就是明年第一季的一个财测 那其实啊 明年第一季 连它的合约价都 美光的合约价 都已经开始在涨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想 整个现货架上来之后 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库存 除了说 它受惠到未来记忆体 涨价的一个效益以外 最重要的 我光库存的一个收益 我在账面上的一个收益 你看就能够提升多少 所以一般现在业内 跟法人在预估 光是一个威刚 在这个第四季 就是目前这一季 的一个EPS 至少都两块半起跳 甚至于也有乐观的 可以估到三块钱 然后明年至少 每一季 都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水准 但你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股价又经过了八个月 甚至于九个月 十个月的一个整理 这个时候 当然很容易就得到 法人业内的一个青睐 而他们现在也积极的 要敢做一个绩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他们买盘一进来之后 整个股价会一下子 一飞冲天 我想这也都是在预期中的事情 好 我刚算了一下 这个刚才讲到 讲记忆体 D-RAM 讲这个 No Fresh Long 这个台湾最大的 这个厂商 也是 如果讲No Fresh的话 或讲两个Long的话 应该望宏应该是全世界最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不但台湾最大 全世界最大 望宏 这档股票 我刚看了一下 投信法人跟外资 已经连续13个教育买钞了 过去13个教育没卖过 每天买 到今天还是继续买 今天 望宏呢 投信买了6,855张 那外资也买了3,807张 所以两大法人加血 今天又1万张入袋了 那你想想看 如果望宏没基本面的话 投信跟外资 他们是神经病吗 他们是嫌钱多吗 是打水漂吗 把钱丢池塘你吗 不是嘛 当然就是 就像罗老师刚刚讲的 看好整个 记忆体明天价格的 一个往上提升嘛 不然涨几成 现在目前看到 这个态势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为什么会涨 这个世界的景气循环 就是这样子啊 我跟各位讲 你别不信邪啊 那个 记忆体价格要大涨起来 它都是倍数涨了 2016年 我如果记没错 2016年到2017年的 这两年的时间 大概一年半两年的时间 记忆体价格是涨一倍 当时你知道望宏的股价 从2016年 那时候望宏最低跌到两块钱 卢老师你还记得吧 那时候减资嘛 对 好惨哦 望宏那时候亏损了一类 这个前五年亏了两百多亿嘛 每年都亏嘛 所以望宏这个股票是打到全额交割 因为他的净值低于五块钱 股价最低跌到两块一毛 点到两块一毛 你看 这么惨啊 你知道他当年减资 50% 大减资之后呢 随着这个记忆体价格大翻身啊 望宏的股价从二 两块钱你知道涨到多少吗 涨到60块 2017年的时候最高涨了60块 你说啊那减资 那我们从减资50% 我们四块算嘛 四块到60块涨15倍耶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厂商 他们都不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的 包括像面板也是一样哦 你看 第三季啊 群创友大都赚钱了 开始转赢了 今年说不定群创友大还可以小赚 就第四季如果加上去的话 财经肯定我认为他今年是会赚的了 所以说双低这种产业 就是真的不是 就是不开张 他一开张他给你狠狠吃啊 对 那我想啊 就目前那个行情 进入到12月的一个法人重头戏 我说过接下来 类似像这样的 一买就涨了股票会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还是 期望这个听众朋友 其实在这样的行情 不是说有赚就好 你必须还是要赚的多 而且必须赚的快 那也需要有专业的人来辅导各位 那也为了不造成大家的一个负担跟压力 我们特别推出一个月最低门槛 一直带着各位做到农历年前 但是只有今天 所以想跟进我们脚步的投资朋友 可以利用今天的一个机会 好 那听众朋友可以注意 卢老师刚刚所讲的讯息 这个威刚今天切入的点是很漂亮的 非常谢谢卢文斌飞师 谢谢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这个美国股市涨疯掉了 这个三大指数呢 又都创历史新高 在美股周二 标普 纳指 废半都创历史新高 就道琼没有创新高 另外三大指都创新高 所以说 这个美股今年涨市非常的疯 那是不是还会继续再涨 看起来好像是 因为感觉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利空 可以把它打下来 像礼拜一修正一下之后呢 礼拜二马上就 就立马就创新高了 它就修正不下来的味道 尽管这个 整个经济还是明显的疲弱 就美国的经济 也包括失业率各方面 还有就是说 什么救援法案 经济刺激法案都没过 但是呢 股市也不管它 是照涨不悟 所以你说 有没有什么利空 可以把它打下 我看好像没有 好 那有多夸张呢 我礼拜一不是有跟听众朋友讲吗 可以注意美国旅业这档股票吗 AA在我的听卵大哥的直播节目吗 这个你有听我节目的人 直播4点20 因为我现在礼拜一 都会4点20会有个直播 叫听卵大哥 就上YT 你会看到我们丰富平台上 我跟大家讲 注意美女AA 美女昨天涨多少 一天可以给你涨10% 美国旅业 涨了收盘收在21.83美金 涨了9.7% 然后凑整数就是10%了 所以美国股市就是这样涨 美国钢铁 我跟大家讲说7块美金 到美股周二收盘多少 我跟各位讲 昨天美国钢铁一开盘涨了11% 我又没看我去睡觉 我管他的反正我的就继续抱着就对了 我也不会卖 虽然收15.06 从7块涨到15.06 才端端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你回去看我最早跟大家讲 X美国钢铁的时候是不是7块 所以说这样的状况之下 负委托风 整个现负委托开户人数 已经超过200万人了 今年的交易金额也是节节攀升 所以现在券商都在做负委托生意 所以我们今天要赶快来谈一下 这个负委托 到底大家该要买美股 要留意什么 就是说你用负委托去交易 券商的平台 我们该注意什么 以及我们可以注意哪一些标的股票 我们今天不是听我讲 听段老师讲 我们请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 段昌文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通常有直播 好大家上YT 可以看我们的直播画面 段老师您好 木华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段老师 您上次也跟大家讲 都可以注意那个星巴克嘛 对不对 星巴克也是有涨啊 我们这一步 八十几块买的吧 我们这边有证人 对 87 那现在多少 98 好像还才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对不对 三个月 买了一股 嫌太少 我们家一瓶小编 我们家一瓶小编小事伸手 买了一股星巴克 一股 现在后悔了 不是后悔股价 股价跌 是后悔 买太少 好 那当然买美股 有美股的美股 跟诀窍 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 请段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付委托 我们该注意什么 其实上一次 我们有介绍过 就是买美股的部分的话 通常他们交易者通常都会在开盘的前半小时 跟收盘的前半小时 也就是开盘之后的半小时 跟收盘前半小时交易量是最多的 而且 开盘的那个半小时 对 因为现在十点半开盘 现在动力时间 所以等于说十点半到十一点台湾的时间 对没错 然后收盘 收盘的时候也就是四点了 就是收盘前的半小时 这交易量是最高的 而且统计出来的结果是 如果你在收盘的时候买 隔一天开盘的时候卖 这个报酬率是最高的 也就是 但是问题是 大家可能要凌晨的时候 起床 起床 三点的时候起床 再来睡会 所以原则上这一波的美股 我想应该也是在庆祝行情了 那我们看我们台湾的 副委托的开户有效户数 目前我从这个证券工会那边 拿到的一个一份资料 目前十月底的 非专业投资人的户数 来到209万户 比我刚刚讲的 那个九月底的时候 又增加了快十万户 这是有效开户数 那三月底的时候也就是 大家知道说三月底的时候是 三月十九号我们的股票 是跌到股底 三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 付委托的开户数的话 是180万 所以整整我们大概多了20 就是这七个月 这七个月来的话 快30万了 他所谓有效开户 他有效开户怎么定义呢 有效开户就是你有在交易的 开完户 你有在交易的 你有在付 你已经有交易成功的 这才是有效 有些比方说你有欠签名 或者是欠什么单 那虽然有这个户头 但是你只能交易 是台湾股票的部分 因为你如果把你的APP打开的话 你里面的比方说 美股 日股 陆股 全部都有 连台湾的股票 也全部都有 同样在同一个APP上面 但是有一些股票 他就不让你交易 所以你这个就是要需要 要有效户 这个你要先把你的钱存进去 这个付委托账户里面 你才能交易 在台湾买美股的话 是T加1循环 在台湾买台股的话 是T加2循环 所以你要先准备现金 那刚刚讲的是非专业投资人 非专业投资人是属于散户 那另外的 10月底的时候 我们一般专业投资人 也就是个人的专业投资人 那在总户数的话 是11342户 3月底的时候是9000多户 9261户 所以整整大概也多了 大概有1000 2000户左右 专业就是一般专业投资人 专业好像他是一个金额 对对对 有一个金额 通常都要比方说 你的资产要3000万以上的 对对 那另外的 就是这个专业机构投资人 也增加了大概有280户 专业机构投资人 所以大家好像都在 趁这一波 法人的部分 对对 法人的部分也增加了 大概有200 200户左右 280户左右 所以看这个金额的话 看这个量人的话 我想应该是 在美股部分 我今天看到一份资料 美股如果 就是S&P500的 他的所有的这个stockholder 也就是他的股东的成分里面 如果是属于外国人的 现在目前接近40% 将近40% 如果依照2015年来看的话 已经2015年的时候 大概是15%而已 现在已经将近40%了 所以是不是美股 这一波撑上来的 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属于外资 而不是我们这边撑的外资 那美股也够国际的话 对对对 大家也敢来 但是你想想看 大家想想看 如果2015年来看的话 他的占的百分比 才大概15%而已 现在来到将近40%了 所以这个金额 恐怕也是外资所拱上来的 大家应该记得 9月份 其实南韩的自己的吉保 吉保公司 他也有公布一份资料 也就是说 南韩买了特斯拉的股票的话 大概是全球外资里面 是占的是第一名 所以特斯拉股票 这一波拱上来的 想必里面 事成应该也有 所谓的外资存在 我看那个媒体报道 因为现在台湾 券商负委托最大两个平台 一个是这个永丰金 另外一个是国泰镇 永丰镇跟国泰镇 那以永丰镇来讲 他前十大的热门交易标的 其实第一名就是特斯拉 是啊 台湾也是啊 台湾有人在做统计 也就是说 这一波以来 国人投资美股的热门股的话 他统计出来是五党 但是我觉得这个 似乎没有 就是不甚很可靠 第一党是亚马逊 OK 第二个是苹果 他是什么资料统计的 他是用 可能用抽样的方式去问的 但是问题是这种 这个不是很客观 因为你要去问所有 附委托券商平台 他不见得会提供你这个资料 对啊 而且那个证券商的工会 证券工会的话 他也不会公布 这个详细内容 第二名他说是苹果 第三名是脸书 但是 苹果我相信应该 这个我想 大部分人都是耳熟能详的股票 那第四个是巴菲特那家公司 波克夏 那第五名的话 奇怪 第五名竟然是迪士尼 OK 所以迪士尼 也有可能 因为他已经到股底 已经有 已经有反弹一阵子了 那目前大致上 我们在买美股 付委托的金额的话 累积今年 从1月1号 累积到10月底的结果 统计结果 目前累计金额 大概就是三兆 三兆台币 今年会 今年已经冲破三兆了 10月底的金额 已经 就是统计资料 我有资料的结果 券商工会 已经突破三兆 因为我之前看到 9月底的时候 是2.8兆 对 现在已经突破三兆 好厉害 那这三兆 如果换算成 每天的交易金额 大概就是125亿 125亿 台币 对125亿台币 所以累积到 现在为止的话 目前 因为他这个 付委托的成交金额的话 包括什么 包括一些 任股权证 还有债券 还有比方说 统计所有的 专业机构 跟非专业机构 他去买国外的 一些有价证券的话 他也都算到 算到里面去了 因为如果说 有透过付委托的部分 有透过付委托 等于说 那个比如说受选机构 如果他们透过付委托的话 也都算 对对对 全部都算 那目前 我看出来的 大概就是 我们买美股的部分 是最多的 对 美股10月份 光10月份 美国的股票 就是1739亿了 成交的 买卖的 10月份 10月份的话 美国买进的金额 大概是872亿 卖出是867亿 台湾的部分 台湾买卖美股部分 这个是美金还是台币 这是台币 台币 真的是很热 就是说 当然我觉得还会再激热下去 因为毕竟美国股市 真的有很多好股票 说实在的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7 台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那我们现在是 戴上大学 段昌文老师 段老师 那这个我们还该 从这些统计数据 我们知道 是市况很热 对不对 对 但我们个人要参与的话 那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想要开负委托的话 我提供几个散户 他在哪边买卖的比较多 目前也就是累积的金额排名的话 如果是非专业投资人的话 第一名是元大 元大 就透过元大 对 透过元大负委托 他在今年度累积的金额 大概967亿 那如果刚 木华你刚提到的是 那个永丰金的部分 永丰金他排第一名的话 是在专业投资人 他是专业投资人的部分 他总共累积到 10月底的金额的话 是1345亿 所以比元大的散户 还要来得多 如果是专业机构投资人 排名第一的话 那就是国泰 国泰的金额的话 这个也是蛮高的 来到4464亿 就是他的排名是排第一 也就是来自于专业机构投资人的 好 那等于说永丰有很多大户在那边 对 永丰第一名 那第二名的话 元大是散户多了 元大是散户 那国泰是专业机构投资人 可能就法人 法人在那边下单 对 那如果依照 把这个把它混在一起 第一名的 那还是国泰 第二名是永丰金 那第三名是凯基 第四名是富邦 那第五名是元大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要开户的话 恐怕这一些 这个手续费要压下来 恐怕不是这么乐观 因为他的成交量就已经 原始就已经这么高了 如果要吸一些 比方说像类似 这个小户的 你要进来 我要给你这个手续费的折扣的话 恐怕是很难压得下来 那目前有在台面上说 他直接就是给你折扣的 他没有说这个是折扣价 就是说你用那个 那个就是电子下单的话 那我想应该自己在网路上找 都会有找到一家 那现在一般手续费 他们怎么收呢 那么手续费的话 大概美股的部分的话 如果你要大概应该 都会习惯交易美股 那美股的部分 大概百分之零点 零点多左右 零点五零点二左右 这个是比较多了 百分之零千分之五 对 满卖都收哦 对啊对啊 那等于说百分之一哦 对 那百分之一就比台股多好几倍了啊 是啊 没没办法啊 这个这个是负委托 因为有一些啊 这个投资人啊 他认为是这样子 就是你如果在线上开户的话 好像钱汇出去 不知道汇到哪去 他会担心啊 对啊 好像说有些人认为说 那个网路券商 网路券商 钱汇出去 不知道汇到哪去 大家会担心 而且你要填表格 全部都英文的 嗯 哦 那全部的英文的话 因为填错的话 你就变成美国人要缴税了 那那那 邓老师你是透过网路券商吗 对我是透过网路券商 买的是美股的部分 那你的银行是开在什么户呢 哎 这个在 如果你要是开付委托的话 那个有一家券商啊 他的付委托的那个折扣啊 是非常低的 但是他的银行 往来银行是中国信托 大概只要中国信托 那个汇率不甚很好 你如果要去讨一下中国 所以你是开在中国信托 没有我不是开在中国信托 那个那个是啊 付委托 我是买美股不是用付委托 我是直接是美国券商的部分 对 我的啊 这个外币户头是在 呃这个玉山 哦 OK 对 玉山的 因为直接买玉山银行的啊 这个外币敲的话啊 嗯 他的汇率有给我一些折扣 在网路上 网路上直接敲 而且他的汇率 我觉得还不错啦 还可以啦 哦 那当然如果你还要再从银行里面 汇出去的话 你如果可以拿到这个手续费的优惠的话 嗯 那是更加不过啦 是因为我在玉山 汇美金出去 或者他一个月给我给我五次机会嘛 就是完全免费的 对对 你们是这个VIP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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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基本上这个透过附委托 当然就是大家比较方便一点 他有这个中文界面嘛 对哦 那我知道有另外一家哦 这个前一阵子争议很大的哦 他其实不用银行开户哦 他只用信用卡刷哦 有有对对对 他只用信用卡刷哦 对他用信用卡刷 但是也有网络 也有网友在网上留言 就是说呢 也曾经出现过赚了钱 他不让你汇回来 这个是有的啦 就可能各别状况啦 当然有有一些人是认为是说 这个汇不回来被charge的一些手续费 他就把它放大说 汇不回来的因素 是因为什么什么 而且有时候啊 比方说你汇回来 你没有写全额 或者是对方付款 还是你要这边付款的意思 那有几次我在国外 直接要汇款 汇到台湾来的话 那个选项啊 可之多啊 他还会问你说 你是要汇回去 是要是全额 就跟台湾汇款一模一样嘛 你是全额到 中间行你要怎么付款 那对方行你要怎么付款 那当然有一些 比方说你从国外 用网络上要去 转账回来的话 恐怕不是这么 这么easy 可以去点选的啊 这个都要有一些流程 光你开那个网络券商的户头的话 那个复杂的过程啊 连要上传自己的护照 还要上传自己的身份证 去确认说 你有第二张的证照 那还要再填 那个美国的那个税表 那税表就好多表了 恐怕有些人填到一半 就不完了 要填好几份资料 那当然是除了手续费以外 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要看银行的价差汇率啊 对哦 那你如果看到有一些 比方说手续费折扣非常低的话 那通常他的银行都是非常硬的 那当然也要找一个比较长期的 这个银行往来 最主要的还是在钱啊 好 所以基本上我的建议是这样哦 这个刚刚刚老师讲这些都没有错 因为这些都你的交易成本 对不对 而且这个成本也不算低咯 是啊 所以说呢 如果说付委托买美股的话 我建议最好是 这个放久一点 不要太频繁进出 对不对 对 像你平时进出你真的划不来 你的手续费这些折损太大 而且他有最低金额限制啊 就是手续费要一开始 对对对 他就给你限制啊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一平的经验啊 他上次就是去买一股的星巴克 听完您讲之后 他就当天晚上就去买一股星巴克 结果你是被收多少手续费 二十几块美金 一股星巴克才九十块美金 对对对 等于说九十块美金 他被收了二十几块美金 他要等到一百一十块 他就要把他回本啊 对啊 因为他有个最低的charge 所以如果你要用付委托的话 基本上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你的金额要大 你买的那个股票的金额要非常大 第二个要准备长期持有 那如果这两个你都没有需要的话 那你要短期持有 而且你又希望买少少股的话 我建议还是用线上的券商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目前香港的券商也是有免手续费的 美国的券商完全都免手续费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话 这个要买美股的话 基本上应该大多数的人都会是用利用线上券商 因为没有手续费的问题 对好那当然问题 现在线上券商就有这个英文表格这些问题 这个大家就是要得去克服 好那最后还有几分钟 大老师已经讲了这个 付委托一些大家注意的事情的话 那付委托现在可以买什么呢 因为我个人就买ETF了 我透过付委托我是买ETF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放久一点 所以我就买ETF 那当然ETF有很多种 我最近选的ETF就是原物料型的ETF 因为我看好这个原物料行情嘛 好所以整个11月的报酬大概是差不多有三成了 对不起啊 好XME那一档啊 我也讲在我的直播也讲过 好那那段老师 那我们现在可以选什么 其实如果目前如果不甚很明确的话 我建议是可以选那个Vanguard 也就是其中一档全球型的VT那一档 对那VT那一档的话 他大概 他代号是VT VT 那今年大概就就15%非常平稳的 今年15% 今年15%就是非常平稳的这样子一直跑 他很类似全球的GDP指数啦 OK 也就是他把所有的全球的股票全部放在他的楼壳里面 如果你不会去选ETF的话 那你可以尝试从这个小小的买下全球的这个ETF先开始 好 再来是开始关注一下美国 Vanguard的VT 对不对 VT 好 那大家可以关注刚刚段老师所讲的 就Vanguard Total World Stock 他的全名Vanguard Total World Stock 现在目前已经涨到九十几块了 你如果是买美股的ETF 基本上也免手续费了 好 对 VT没有错 这个我们Olivet 打了